PB3的快速入门 首先我们下载插件 我们可以到优向的官方网站获取插件 我们到插件目录,找到PB3,然后进入页面 这里点击插件免费下载 找到PB3的插件包并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如何安装插件和中文设置 我们点击扩展程序管理器,点击安装扩展程序 选中已经下载好的PB3插件并打开 到试图菜单,工具面板,选择PB3选项 这样就能够把PB3插件的界面调出来了 安装好插件之后默认是英文版本 为了方便使用,我们需要设置成中文语言 到扩展PB3,选择高级选项 在唐出的对话框中呢,语言选项选择Chinese 出现这个提示呢,让我们重启Sketch out 重启之后就更改为了中文语言了 获取适用许可证和购买 我们首次使用PB3插件,需要激活插件许可证才可以使用 我们进入油线官网的PB3插件页面 进入获取适用的官方连接页面 然后呢,这里点击接受 一路点下去呢,输入名字和邮箱 PB3官方呢,会把适用的许可证 发到我们刚才申请的邮箱上 我们把许可证复制粘贴到插件中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免费试用30天了 我们也可以到优向购买正版的PB3插件 售价呢,是400元 插件的页面介绍 PB3的所有功能都集中在插件的菜单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扩展菜单 PB3来使用所有的插件功能 在调出的插件界面 集中的12个菜单中最重要的PB3功能 我们后面会对每一个功能呢,做详细的讲解 轮廓外形浏览器 轮廓外形浏览器 快速制作地角线 快速创建天花角线 快速创建装饰线条 轮廓外形浏览器 在我们快速建模的时候 我们需要随时调用适合的轮廓 来应付快速建模的需要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轮廓库 我们可以通过轮廓外形浏览器来寻找我们的轮廓外形 在轮廓外形对话框 点击这个放大镜 可以打开轮廓外形浏览器 进入轮廓外形浏览器 默认显示的是安利目录 所提供的释放轮廓素材 优向呢,提供一份具备了一定数量的优向轮廓库 提供学员使用并迭代修改成自己的轮廓库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打开库目录 来选择优向轮廓库文件夹 调用轮廓库绘制轮廓路径 我们选中其中一个轮廓素材 这里呢会显示出这个轮廓的相关参数 包括轮廓名称 方样的定位点设置参数 轮廓的尺寸 预设的深层图层和材质 方样的深层模式等 点击创建就可以绘制出一个轮廓路径 在后面呢我们会详细介绍会是轮廓路径的详细用法 创建和保存轮廓 我们可以把Sketchop中的二维图形转换成PV3的轮廓 并创建轮廓路径 这些二维图形呢是从CAD导进来的 并完成了封面工作 我们可以把这些二维图形转化成PV3的轮廓 首先我们先激活轮廓工具 然后选中其中一个图形 点击这个加号图标 这时候呢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要求对创建的轮廓定义一个名字 因为这个图形是用于天花的角线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天花角线 点击确定就创建了一个新的轮廓了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轮廓名字 和轮廓预览图以及相关的参数 我们点击创建来生成轮廓路径 如果我们对这个轮廓有再次利用的价值 我们把轮廓保存到我们的文件夹 以后方便调用 用多段线创建轮廓 PB3呢也可以利用多段线 来创建轮廓外形 并生成轮廓路径 但是呢我们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所见的模型呢并不是实体 这个呢不符合建模规范 我们尽量按照实体建模的一切方式 来构建我们的模型 生成轮廓 我们以这个示范模型为例 在这个模型中呢会是天花缴线 来全面学习一下如何生成轮廓 我们点击轮廓工具 进入轮廓外形流浪器 然后随意选中一个天花缴线 这里点击创建 我们沿着天花的路径进行轮廓的延伸 发现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设置好轮廓的放置点 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轮廓的放置点 我们展开放置点的选项 里面呢一共有设置9个放置点的位置 我们选中这个轮廓 放置点默认在中间 我们把放置点呢放置在左上角 然后呢重新创建轮廓路径出来 在创建路径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按住shift键 锁定轴的方向来进行创建 这样呢我们绘制出来的天花缴线呢 就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更新轮廓库文件 放置点是轮廓信息之一 在建模的过程中呢 必定对轮廓信息有所修改 例如放置点的位置 我们需要对已经修改的轮廓 更新到轮廓库里面 下次呢可以继续调用 我们对轮廓进行保存 选中同一个轮廓文件来进行替换 这样我们下次调用的时候呢 就是最新的轮廓信息了 绘制地角线 我们用上面创建天花缴线的方法 来绘制地角线 绘制墙面造型边 在实际上使用PP3建模的过程中 绘制墙面线条遇到的问题呢 比较多 我们通过最简单的方法呢 告诉你如何快速绘制出想要的效果 我们先在墙面上呢 绘制墙面线条的范围 到轮廓外形流浪器 找到一个墙面边线的轮廓 我们先在前面上呢 绘制出前面线条的范围 点击创建轮廓 跟着路径进行线条创建 点击键盘上的Andy键 对放置点呢进行旋转 旋转到合适的方向 继续放置 上面墙对轮廓的角度要求不一样 我们有必要对其他墙体呢 释放一次线条建模 画出路径范围之后呢 我们继续进行场景轮廓路径 在绘制的过程中 上一次设置的轮廓方向呢 不适合使用了 我们需要再次点击Andy键 来调整轮廓角度 我们继续在第三面墙体上呢 绘制线条 如果出现轮廓错位 或者位置不对 注意使用Andy来调整角度 我们继续在第三面墙体上